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。 岛屿,小沈阳怒了。 颁奖台上发飙,吓坏当超,网友却纷纷为小沈阳点赞。 众所周知,现在是网路科技的时代,大家都走哪都是低头一足,随处可见, 马路上,公交车上,地铁上,甚至是在酒席聚会上, 大家都不不断摸索手机,现在手机也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, 试问又有哪个年轻,能够一个月不玩手机的,答案是没有。 可见现在大家都已经离不开网络毒品的手机时代了, 它不仅能让人们眼睛受磨损,甚至还有着微弱的辐射, 无论走在哪里,总会看到大家手里拿着个东西, 这也完全成为了一种恶劣现象。 不仅如此,现在的家长更是可怕, 有的小孩子才刚上幼儿园就离不开手机了, 吃饭的时候不玩手机就大哭大闹, 这现象也是反映了当家长不负责任, 试想着,如果你不当着面在孩子面前玩手机, 他们会想到手机这个名词吗? 答案是不会。 今天我们要说的小沈阳,曾经在颁奖台上就大发脾气, 当时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明星, 他发飙也是有原因的,因为当时他们在台上讲话的时候, 台下的明星都在低头扣着手机, 丝毫不顾及台上人们的感受, 更是有失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礼节礼貌, 别人说话你在玩手机,这是对人最起码的不尊重, 所以也导致了小沈阳的大发雷霆。 当台上主持人与嘉宾互动的时候, 台下人却一片茫然, 甚至在讲完之后, 连个掌声都没有, 小沈阳也不得不发火, 甚至一度吓坏了邓超, 邓超吃惊的表情更是让人拍了下来, 但是小沈阳发飙过后, 却迎来了台下的阵阵掌声, 在这里也挺佩服小沈阳的勇气, 毕竟当着台下这么多的明星大腕, 却还敢这样的发飙的人不多, 毕竟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 要是换作其他明星, 估计也不但回事就那么过去了。 小沈阳的做法曝光后, 也迎来的网友的纷纷点赞, 其实大家都知道, 道理都明白, 换位思考一下, 你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, 别人却不搭理你而是在扣手机, 换谁谁都上火, 一个讲一个听, 不管别人讲得怎么样, 你听进去没听进去也没关系, 但是态度非常重要,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历节, 小沈阳的这次事件, 也充分反映了如今社会的手机病, 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同学聚会就唠嗑, 开开心心的就度过的时代了, 现在, 有很多朋友聚会呀, 吃着吃着就鸭血无声, 气氛也是非常尴尬, 希望朋友们看到这篇文章, 也能好好反思一下, 你们认为小沈阳的做法对吗? 欢迎留言评论。 感谢观看,